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羁绊对决 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韩笑半步天和我组队 他的队伍是一个止水的队伍 只不过是把止水平民队的一路卡换成了代人 我是一个,我本来的主力阵容不是这个 但是我的主力阵容有一个懒 为了配合这个大家带刀的这个输出 我把这个蓝换成了三船 如果带蓝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因为我的先攻不如韩笑高 所以顶结界的肯定还是止水 因为蓝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 不如加个三船 然后大家所有的带刀都能得到加成 当然了,我这个三船好像是除了能给带刀加成以外 没有太大的作用 连击也连不上 就是摆在后面给大家加攻击力的 给阿斯玛老师好郁闷,直接就死了 韩笑没有查卡拉 不然应该他的雷主是封雷斩 好的,封了对方一号位的首居 那下个回合就比较容易了 就是止水奥逸对方的封阻 小心对方雷主打断就对了 因为雷主可能会打断止水 哎呀,暗淡太早了 嘿,他打的是我方的这个雷主 如果打止水的话,止水的奥逸就断了 那这样的话,韩笑一定打的是对方的封阻 那这一局比赛也就拿下了 对方应该没有任何机会了 如果这个封阻刷新不了的话 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我也放个奥逸 还把他封阻打死了 带人也是残血了 为什么要打这边的雷主呢 就是因为他带吸血了 可是他有根性啊,很难杀的 带人趴了应该是 这套连带人应该受不了了 手机还没趴 我肯定会爬 因为这边有暗杀剑 打血最少的肯定是死 下个回合就更容易了 随便放放OE就可以了 因为又两个OE都已经放出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对方的这个 这个须左右很讨厌带人 两次OE都给了带人了 我方的右是打了他天道一套 控制失败 但是打的够狠的 马上就要死了 我都忘记我要给谁补刀了 总之肯定是没补到 三船还挺爽 砍了两个 然后对方就剩一个须左右 大家都是宇之波的兄弟 出来聊聊吧 我这边的主力阵容好像也都是宇之波的 宇之波指水 宇之波右 宇之波带人 宇之波走住 好 我继续 看看对手的阵容 一个17万的 一个14万 这个 不过看了对方的阵容 我是觉得可能是有一点点机会 所以我没有点撤退 其实撤退按钮已经出来了 我是可以撤退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赢成了 我如果我猜想不错的话 他的这个 他这个尾兽的名人应该活不过第一个回合 应该是 他的站位很糟糕 他站到了这个直水哥的对面 虽然直水哥直接打不到他 打他前面的东西 撞他更痛 其实 等下直水哥还会再给他一下 这个好 后手共神男 歪罗开结界 又被风雷斩 太套路了 你看名人死了吧 17万战力的这个 名人已经趴了 他们还有可以仰仗的 还有神男 不过神男只要 可以这么说 保守一点打 只要控好神男 对方就一点点分盘的机会都没有 上边的那个 名人也不会很痛 奥逸 因为又没有结界 好像也没有什么加成 我这个直水的奥逸是奥逸谁啊 看不清 奥逸的神男 我是照着火煮的分身打的 反正我也没有定身 把前面的撞后面的更痛 明人奥逸 啊 豪子 他的祖柱相爱相杀 你打我 我打你 感觉真的很卡呀 我这个九 九度是 本来是打断到火炉的 其实我 我这个姿势一直摆在那边 就是 就是不掏 都过这么久才掏 一点用都没有 下个回合 他还可以 奥逸的 看那个猴子 因为他分身现在才死 好 名人趴 他这个 土乳 中了毒火 也会自然死啊 不过他的这个 火煮的 奥逸好像挺痛的 他喷 他喷火比我快啊 没更吧 他四号位快过我 四号位快过我 我确实 这个确实很少见 通常都是一号位比我快 他这个很痛 这个奥逸 哎 为什么又 没 没在 他奥逸之间 我还想打断他 谈笑那几个人 都没什么生命危险 我这边有两个都很危险 因为对方神兰还没奥逸呢 神兰怎么也得让他奥逸出一次 奥逸出一次 我那个三船 我那个三船还有 角都 可能都受不了了 风主就更不用提了 一摸倒了 现在已经是 来自作者 我对方神兰筷 我的座主没有他的神兰筷 没有他的神兰筷 肯定是他的奥逸完了 他奥逸完了 我再说那个老团给他加了 打不死了这一遍 哎呀我这边还风雪晚了 我这边不用风雪晚了 反正下个回合这个 直水也是先手 我这边还风雪晚了 这边还风雪晚了 反正我也奥运不出来 我这边是三长跟风雪爬了 好像也不太有意 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撤退按钮 我这边还有 一直一直有这个撤退 打到这样了我干嘛要撤退 我反正就赢了 看来这个尾兽名人是不太适合 打这种强攻型的队伍 上了还没怎样就是秒了 神男装备真好 我角度这样打他都退了 好继续看一下队众阵容 一百级九十八级一个风主一个水主 风主战略十七万六千水主第一点十一万多 我还没有介绍我们两个的战略 那个韩孝是十二万多 我是十一万多 当然对方是明显在战力上优势了 而且有金鸣 不过这个金鸣站的地方太太不好了 运气很差 一上来就被风主的木盲照到 破了一次闪避 然后还站在了止水的对面 好郁闷的孩子 我是怕 我是怕止水加诱神 打他的这个血量不够低 我得把他弄到比那个分身血量还低 让诱神两刀都能砍到他 他就必死了 我是这个目的让 让角度套他一下 并不是我贪心他那么多血 我还要扶到他 这样 确保诱神可以暗杀剑可以打他 然后神男又被风雪 那基本上这几下操作就已经大局定了 那下个回合 止水止奥奥一他的风主 不让他刷新 上面我就随便打了 他那个水主是战略比较低的 单挑都不见得打得过我 所以 下边优势又这样明显了 所以应该没太大问题了 哎我没有 我有点不明白 对方是什么东西在顶级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止水的结界不见了 为什么止水的结界不见了 这是什么情况 金色神奥一止水 止水会闪啊 你会闪 人家也会闪 明显 明显 也打止水 还好止水有根性 不然他这个 身体还真不是很强 我先我左路也来一下 明显 没出来就啪了 还好 对方肯定是很郁闷 为什么他的这个水煮不能给底下的人加起来 陈南虽然刷新了奥义 但是被风绝出不来 带人打老师了 把酸菜给变没了 不知道对方的这个撤退按钮出来了没有 还要继续完抗啊 我是想给神男补个刀 貌似对方 我帮的安不佑也是打的神男 其实没必要的 他被风绝了 还不是让我养我 给我加血 然后加忍树 不过都问题不大了 这种这种情况下对方绝不可能翻盘了 而且上面那两个人 可能都受不了我一套连击 又被止水打一下 那必死了 这套连击下来 对方就没有了 好我们接着打 对方99级95级 战力13万 还有一个十万八千的 这个我们两个合起来差不多 我十一万 还叫十二万 他一个十万一个十三万 也差不多 还好这个三代在吹之前已经被我吹掉增益了 不然的话这一下真的是很痛 即便如此 也应该含痛 含叫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有根性 我前排是因为有忍住之五 也有40%的考量 当然跟根性的百分之百比也是不行了 他们这个波峰老师的位置也是极其的不佳 正对着止水 还七七十万 可以波峰绝大了 他可能都活 他活不到第二个回忆 我觉得 还真抗打 我没有想到 波峰水能这样抗打 带人都没踢死的 好的 带人舍不得下手 老团想救他一下 结果没有救到 下个回合 下个回合应该是奥逸他的安不用 或者奥逸他的雷主 雷主有可能带的是千鸟刀 应该很痛 不过打雷主的话 这样 就是雨之波的那两个止水和安不佑 就会有打四次吴 也是很痛 我这边风毒要挂 我只是希望不要被老团连续普攻就好 他打死一个再打死一个再打死一个 这样就不爽了 哎呀 连抽了 好的 还好我的风毒够硬 不过那也活不了 下个回合老爷爷一个奥逸 不用等下个回合了 这个回合就全怕了 还忘了他的报道了 报道一通 没什么希望了 下个回合我是不用控制了 没有奥逸 看一下韩教的安波又打谁了 他应该是打报道吧 好的 打了报道 好的 安波又还被定身了 少了两次启动 好 我赌注下个回合能吸点血 奥逸 已经半血了 看能吸多少了 真不少吸 真的不少吸 哎呀 止水被加了奥逸 不过这一套连就算被加了奥逸 也是死了 等于被打死两次 太凶猛了 这个止水加安波又加戴人 这个普攻简直无敌啊 好 今天就到这里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 再见